中哈两国元首在会晤后共同签署联合声明 规划两国未来重点合作方向 两国元首还共同出席中欧跨离海直达快运开通仪式 并且见证中哈文化中心和北京语言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接牌仪式 中欧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3号的会晤 达成广泛共识和多项合作成果 两国元首在当天就以视频方式共同出席 中欧跨离海直达快运开通仪式 这是中方车辆首次以公路直达运输方式抵达离海沿岸港口 也标志着集公路 铁路 航空 管道运输为一体的多元立体互联互通格局正式建成 两国元首并共同见证中哈文化中心和北京语言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接牌仪式 在随后的签字仪式 习近平同托卡耶夫共同签署联合声明 规划两国未来合作重点方向 并见证两国各政府部门间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 习近平强调 中哈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路人 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 推进发展战略对接 尽早实现贸易额翻番 双方确立了未来尽早实现双边贸易额翻番的新目标 商定不断深化经贸 投资产能 互联互通 能源等传统领域合作 托卡耶夫在发言时也提及双方的经贸投资合作 他表示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主要投资伙伴 目前正在落实的45个项目 规模达到145亿美元 哈方将为中方企业创造一切必要条件 助力在哈市场开拓业务 目前有4700多家中方企业开展自己的业务 我们主要开展合作的领域 包括能源 基础设施 农业 金融 交通 航空 航金领域 爱奇等 哈萨克斯坦有意愿 愿意为中方的企业 创造一切所必要的条件 为他们能够在哈萨克斯坦的市场 开拓自己的业务 在文化交流方面 中方还将在哈萨克斯坦开设第二家鲁班工坊 并于明年在哈萨克斯坦举办中国旅游年 双方并将拓展媒体 智库 影视 等领域合作 除了双边合作以外 中韩两国元首还同意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合作 中方并支持哈萨克斯坦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发挥中等强国的作用 为全球治理做出应有贡献 双方并期待 即将在阿萨纳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 取得圆满成功 推动上合组织发展 迈上新的台阶 凤凰卫生 小文后有运动明亮 哈萨克斯坦 阿斯塔纳报道